10月1号晚,随着马来西亚足球队与中国重庆足球队的友谊赛打响,第一届贵州村超一带一路国际友谊赛,继贵州粤港澳大湾区村超足球友谊赛正式开赛。 开赛当天,共有两支马来西亚球队跨越山海来到贵州省荣江县。 从网络视频中看村超,到真正来到贵州村超踢球,马来西亚球员黄嘉欣与队友们用惊奇来形容这段足球之旅。 恰逢国庆假期,村超足球赛事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荣江县旅游。 成都游客李金辉特别酷爱足球运动。 今年国庆假期,他与朋友选择跟随体育赛事走的旅行方式。 来到村超球场感受民间足球的快乐。 比较喜欢旅行,但是其实你去景点的话,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好的体验。 所以现在我觉得是一种趋势吧,去体验各种比较有色的活动啊这种,觉得非常好。 尤其是赛场上面,不管是年龄大的还是年龄小的,都有去参加比赛,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我们中国足球文化往后发展,我觉得非常重要。 国庆期间,贵州村超现场设置了众多供游客打卡体验的项目。 游客在现场除了能够欣赏到荣江县的洞族大哥、苗族、卢生舞等飞移节目,体验贵州飞移记忆。 还可以加入到全民黑歌与泵村低的环节,跟随音乐合唱、舞蹈。 真的非常的好,很多其他人应该也是游客,从全国聚在这里,看大家踢足球的话,还是非常感动,感觉足球这个运动还很有希望。 村超确实让全世界都注意到了贵州,注意到了荣江,所以说咱们重庆,重庆队,有机会来到村超。 但说实话,这是几十年以来,咱们第一次国庆节在这种氛围里面来参加这种比赛,我觉得是一种全新的感受。 第一届贵州村超一带一路国际友谊赛,即贵州粤港澳大湾区村超足球友谊赛,计划邀请热爱足球和中国文化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足球爱好者一起,共享体育的快乐,分享优秀文化。 同时,该赛事是村超国际化战略的第一步。 2028年,贵州村超将举办第一届村超世界杯赛,跟全世界很多国家和民间足球进行互动,以足球民族文化为媒推介,引入更多的人真正走进贵州,了解贵州,助力贵州打造成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第二次来村超,这里氛围很好,氛围超级好,就是大家都很热爱足球,很纯真。 有村超的这个平台嘛,为我们提供平台,然后才有机会在这个村超这个场上来展示我们自己。 当晚,随着三场球赛的结束,村超开启了专属的浪漫模式。 球场外围,一场烟花秀正在上演。 以烟花为背景,众多游客举起手机,相机打卡,记录下幸福瞬间。 烟花落幕,球场内响起音乐,游客们涌入到球场中央,跟随音乐节奏,蹦起了村低。 虽然互不认识,但是大家手牵着手,尽情感受这份村超快乐。